看齊真的沒有兩百萬的人 然後這邊有一個重點哦 的技巧哦 跟你們講 那我們我們轉妖精的時候 我們轉了妖精之後 不是有一些技能是沒有學學到的嗎 我們這個可以用小號 如果你有妖精的小號 你可以用小號去賺名譽幣 然後來買這邊的技能 買一買 然後放放進倉庫裡面 然後大 然後再用大號 再用本尊把它拿出來 就不用讓 不用浪費本尊的名譽幣來買這些技能 可以用小號的名譽幣來買這些技能 懂嗎 這是省名譽幣的一個方式啊 用小號去買技能然後放進倉庫裡面 他怎麼都是愛爾摩 不能存倉吧 嗯 有高手跟我講說可以存倉啊 職業不同不能買 對啊 不過你 不過你家用同一種職業啊 然後用同一種職業 用同一種職業 就可以買這樣的技能啊 看我這個變增幣也快七十萬了 等一下就七十萬 蠟燭好像也可以也可以存倉吧 這個啊蠟燭啊 這個回憶蠟燭好像也可以 有高手跟我講 回憶蠟燭也可以存倉 蠟燭不行 可是有高手可以呢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 到底是可以啊這不可以 好不管我們現在就來買看看好不好 好我們現在就來買一個看看 好不管我們現在就來買一個看看 好我們現在就來買一個看看 我花下去了 走我們去買看看 兩萬名譽幣而已吧 買一下看看 哦哎讓我過來 我們買一下看看嘛 兩萬而已我七十以下 沒關系嘛 我一下示範 哦 回憶蠟燭 兩萬 不過 如果不行當然都可以的斗內一下 買了買了 我們看一下他的物品說明 哎答案是不能存倉的 有沒有 回憶蠟燭是不能存的 不能存倉啊 那個都可以的斗內一下 趕快 不能存 哦哦別共 認識的 不能存啊 不能存 不能存 只有魔法書可以 哇那主不能存 可惡 找兩萬了 沒關係我們 做直播主的就是要這樣 做給大家看 不能存 不能存 技能可以啊 技能可以 大廚不可以 我們要去買本大廚嗎 買本技能書嗎 買技能看看沒錢啊 技能那麼貴 好 我們來買技能看看好了 我的法師那邊 五千名譽幣我們來買看看 我今天換一下職業啊 哦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買最貴的 哪一本會用到魔法名戰五十萬 燈燒我球 哦 買魔品完了 魔品應該會用得到 好就是魔品了 我們買 這本啊 哎呦 一天只能買一本呢 一天只能買一本 到底能不能存仓呢 好我們直接看他的物品說明 當然是 可以的 我們的魔 技能書是可以的 放進去 噔 是可以的 技能書 OK 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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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換 忘記他吧 太痛苦了 啊我的 啊啊 啊 換角色